我覺得沒這麼簡單 其實就新竹來講 你說沈慧紅跟高宏安 怎麼一下子平了 突然間都是25.98 都平了 林哥人大概在14%左右 對那這個是什麼樣的狀況 是沈慧紅做了什麼不得了的大事 還是高宏安犯了什麼大錯 這個民調在做的時候 那個助理都還沒有出來 那個助理問題還沒有出來 就單純就是這樣做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當然高宏安 一定受到柯文哲的一些牽累 因為柯文哲這段時間 他的失言就是 人家這個總統請來找他告解 他就說你告解什麼 對北臺灣都是黑道啊 那找你告解是要你給我清白 你最後讓我認證了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當然對於 在於新竹 有一些本來支持高宏安 心裡想你們這黨到底在幹嘛 你有沒有一些誠信 對他有些打擊 但是打擊還沒有這一次的大 你說助理是什麼 我覺得這次助理打擊非常大 我說真的嗎 對為什麼這麼說你知道 因為高宏安以前處理危機 都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都是綠營打壓我 都是綠營抹黑我 綠營用國家機器來欺負我 那當時為什麼有效 因為國民黨沒有說話 他每次被打的時候 林個人最多只是小小聲的說 你解釋一下嘛 可這次林個人不一樣 這次林個人打的 對這次不一樣 如果今天這次助理的事情 是綠營發的 那沒有用 我覺得用處不大 那高宏安簡單 應該綠營又用國家機器了 又來欺負我了 反而會凝聚藍營對他的支持 可這次是林個人打的 是林個人打的 那不一樣啊 我本來在預判說高宏安 以他的這種智慧 還有他這種 算是匪陶匪嗎 這麼驕傲的人 應該不會笨到去打林個人 因為你不能打林個人 因為你說他的那句話 對對他不能去說 你呢你自主這麼低 當選機率低 當選機率又很低 你不能去打林個人 對為什麼 因為高宏安在新竹 有基本盤嗎 沒有空站 真的沒有基本盤 高宏安從民眾黨派他去新竹 選的那一刻開始 他全都是靠空站 都是民進黨打他 把他打起來的 從打學歷 到打這個戰學歷 然後到打這個所謂的 這個股票啊 然後一直到現在 開始這都是他把他打起來的 他都是一個受害者 我是被執政的綠營受害者在打 然後藍營不說話 那這個票自然往他身上走 為什麼 不要讓民進黨贏 可這次不一樣 這林個人跳出來講 是林個人跳出來講 就是告訴林個人說 我還在 我還在 我還沒有放棄 他要的表達 林個人表達的是 國民黨在新竹的一個態度 如果我現在放棄了 比賽就結束了 安息教練講了 對 我不能放棄 我要繼續打下去啊 那這個時候 如果如果 這個高環保持沉默 我不講話 那說句實話 可能還有就 他偏偏他回了話 那這會讓之前支持他的 這些泛藍的朋友們 會心裡想 我看來你也不是吃素的嘛 你比起民進黨來 你也不差 你也夠兇啊 那我幹嘛支持你 我還是回鍋支持 這個林個人 可是每一次講到這些沙喀都 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到最後那一刻 最後一個禮拜 或甚至要投票那一刻 那些人 所有這些人會被考慮的就是 我對他們這些人的喜好 跟對於民進黨的 那個對手來看 我只是要把民進黨 拉下來就可以 還是我會回頭去支持 我就是覺得我應該支持的人 那這個就很難 這到最後感覺上 為什麼高環保持沉默 一直大家講說 他在真的是一個 是一個所謂的非綠盟組好了 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他們到最後 會在這方面 會因為 您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或今天媒體上講說 那包括檢調 是不是曾立友已經開始 在傳話要調查 就算發生了這些事情 到最後會不會還是因為 我要不要讓民進黨的人上 這個念頭 然後就直接還是偷偷了他 我覺得本來是會的 對 可是從他開始攻擊林根人以後 這個發生的機率就不大 因為我就講 讓高洪安當選的話 如果你對我們藍營是友善的 那我才有棄保啊 我才會去支持你啊 可是現在你直接把我林根人說 你怎麼你也變成綠營的側翼了 你對我並不友善 你對我並不友善 林根人的支持者 藍營的支持者 我為什麼要棄保 我為什麼要棄保 你當選跟民進黨當選 有什麼兩樣 那與其如此 乾脆有窒息一點 我回歸我藍營 說不定還會贏 為什麼 因為新竹市跟臺北市跟桃園市 不一樣 不是幾百萬人在選 他不過有效票 就是三十幾萬票 那會出來投票 像二十幾萬 不過二十幾萬而已 二十幾萬 如果這個撒高度的狀況 厲害的可能將近十萬 那差一點的 大概也五六萬 那不難翻盤 不難翻盤 所以國民黨會認為說 其實我若回歸說不定零個人能翻盤 我為什麼不回歸 最主要是我講 沈慧紅踩到一個很大的地雷 就是這次的事情 不能跟學歷跟股票一樣的說法 這是你要面對 這位助理很簡單 有還是沒有 現在他證明是有 這前助理 那麼他有沒有在 是不是你男朋友 你的感情世界 我們不關心 你情歸何處 我沒有意見 重點是在於 你有沒有工作 你有沒有服務 你有沒有把立法院的公帑 當成你私人的助理錢 我覺得這才是他要說明白 小薪國民黨要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呃其實 比如說像韓國瑜啊 然後他們禮拜六都會去 輔選零根人 我看還蠻多人要去的 有李四川啊 葉匡時啊 陳雄文啊 張亞中反正等等的 就是很藍營的 很多人 這個禮拜六要去輔選 這個零根人 所以國民黨是支持零根人 這沒有錯 只是說 這次選戰非常奇怪 就我們先看以民調來說好了 高鴻安他前一陣子 民調領先是第一名 然後大概第二名是沈慧鴻 兩個人沒有差到很多嘛 然後第三名是零根人 那因為先前資策會啊 什麼什麼的事情 然後導致這個順序 那很有趣的事情是 什麼第一名跟第三名打起來了 就是一般來講 是第一名跟第三名 都會圍攻第二名 然後先搶到第一名想要穩固嘛 然後第三名想要搶第二名的位置嘛 然後第二名再去打第一名 這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可是這次新竹好像完全沒有這個過程 就直接一兩天之內 哇兩邊就直接殺起來了 很多我們自己藍營的人 也都看到嚇一跳 因為我們也畢竟不是每一個 都是跟新竹非常的熟識 然後看到這個情形 嚇一跳欸 怎麼兩邊殺起來了 那這個結果 當然就會導致說 沈慧鴻 我覺得他的機會會拉高許多 因為這個很清楚嘛 第一個高鴻安的票 如果一些年輕的 他投票率稍微比較低 再加上選前有一些藍營的 他回歸去支持零根人 再加上剛剛余將軍講到的 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兩邊打起來 那那算了 我還是支持我國民黨的好了 不想要看到國民黨的零根人被欺負 但是零根人如果沒有 因為這樣子 他可以爬到第一名的位置上面 他只是往上提升一點點的時候 那民進黨的機會就來了 當然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場選戰裡面 其實 整個策略上面 看起來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零根人或說新竹的策略 出了一些問題 像同樣是撒卡都的情況 臺北市就非常的穩定 就是說我們是把陳時中視為第一對手 然後我們也不會去 就是說看不起 或者是說去欺負 或者是說去刻意的忽略黃山 也不會 但就是有一些的議題 可能會交鋒 但不會火花插到變成是核爆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講彎 他可以一直穩定在第一名的原因 就是說第一第二第三的這個順序 我覺得在選戰過程當中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近開始有一些人覺得 沈慧紅的迎面提高 那是不是也會催化出 比如說高鴻安陣營 或是零根人陣營的一些危機感 那最後會怎麼變 我覺得新竹這一局 真的是還沒有辦法看到定論 我認為助理費這件事情很好 很好很好談 因為我們不是要做法律課 我覺得當然觀感的這件事情 是打得很重 而且再來就是說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那個報導的時候 因為各家寫人員不太一樣 說調查局有證實 已經有接獲檢舉 甚至還有人講說 對 是接獲到民眾黨內部檢舉 我的老天啊 五哥的眉頭都皺起來 調查局可以幹這種事嗎 如果今天是你出來證實 他是在調查中的一個事情 我們不是都要保護檢舉人嗎 當然啊 怎麼會到處告訴人家 講說 跟你說嗚嗚嗚 有收到 手上還有證據 如果真的有這樣子的話 那北檢要再分一個案 因為這就是洩漏國防 以外機密罪的問題 改找調查局啦 就是我到目前為止 因為現在看起來 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看到 我是很錯愕 我以前也跑司法檢調 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說怎麼會 還有人跑出來證實說 對 而且我告訴你 他手上還有東西 而且內容還跟案件是無關的 就在講他私人的感情的 跟他家人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炸領注意分 他應該就是針對 有沒有實質工作 這個部分嗎 結果那個新聞報導裡面 大概有七成的篇幅都跟這個沒有關係 但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這個新聞的延伸 大概就回到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講觀感 第二個是其實是在質疑 就是說你看他一直講說 哇你看他在任職的期間 還有什麼連郭台銘都反對 但是你要講 我也老實講 郭台銘有沒有反對 誰會知道啊 所以他當然會引發 很多很多種不同的聯想 郭總媒體報導講說 郭總希望他就是可能會不高興 他那個是因為 他跟那個助理 那個助理 那個時候媒體報導是說有沒有所謂的婚姻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回頭就想 這個環環扣 如果真的是要打這個 那就太狠了 就是你叫他們去解釋什麼 他怎麼去跟你解釋這些東西 到底有或沒有 他光跳出來解釋 人家都覺得你莫名其妙 你幹嘛要出來解釋這些 可是你不解釋 還記得嗎 在二零一八年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句話講 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這一直傳下去還得了 所以他沒有得一個是非的空間 也沒有所謂的對錯的問題 比如說就算他們真有交往 我現在講就算 那他有哪個地方是違法或是怎樣 你也沒得去舉證 你也沒得說 那也沒辦法去說 他是民國幾年幾月 幾月幾號幾年幾分 他在一起 而且他當時什麼狀況 你很難 但是像這種所謂的俄語 或者是當他登上這個新聞版面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人家質疑 你看今天這個新聞 他其實兩個殺傷力 第一個就是說 那你高宏安你的你的感情的生活 或是怎樣 是不是有讓他冠上道德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今天人家爆料講說 對 你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是誕生的 那你高宏安知不知情 如果你知情 你還是繼續這樣 他會延伸很多 但是我反而覺得助理 那個事情比較容易 為什麼你知道 我直接給各位看 這是權序部九九年十月二十號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函 那因為那時候是人家子儀講說 議會的公費助理可不可以 那個去兼職兼聚 這個函裡面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裡 他說其實呢 他是以這個約聘用的 這個約聘僱人員 而且其實他是由縣市議員 自行聘用 適用勞動基礎法 不會並沒有所謂公務員服務法 適用的對象 那議會的公費助理是這樣 立委的公費助理 我認為應該是相同 所以這個東西法是很好認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到 大家也沒有在這窮追猛打 只說後面要怎樣 所以我覺得 剛剛五哥提到 精準的提到的那個點是 他真正打的這個殺傷力 難道是有沒有合法嗎 我認為不是 而是你今天一個 耳語出現完了之後 立刻就會被大家喘喘喘 你說你要再怎麼解釋 或怎麼解讀 對他來講 就會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 OK 因為這件事情 跟人打的 國民黨打的 感覺上好像 好像民進黨要去 幫林根人解釋 他到底要打什麼 所以國民黨打的 應該小青 想林根人到底要打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很詭異 就是說 呃 高峰安有男朋友 有沒有這件事是他的私領域 但是他是公費助理 然後呃 擔任公費助理 然後有沒有工作 這個我覺得很好 很好解釋 高峰安只要解釋說 他雖然沒有做什麼工作 都有辦法 到處意見 這樣也算了 OK 這樣也算了 所以我那時候講說 這件事情有什麼好打的 我們法規並沒有規定 誰誰誰不准到處理 對沒有規定了 陳先LINE給我 然後給我LINE一點意見 也算 就算了 這是幕僚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林根人要打的 應該不是這個 嗯 因為你看林根人他在高峰安回應之後 他更強硬的再回應回去了 所以林根人應該他背後 還有其他一些訊息 我覺得這是不是掉額啦 因為這三個都 所以我現在也好 好像我要幫林根人去說 他什麼也很奇怪 但是呢 我覺得在這一個點打到 林根人很成功的 調回到了高峰安的個性 就是他回應的真的很差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對於那種縱使是民調落後 或者是他的當選機會比較低的 也沒有人在搶的啦 沒有人會搶啊 頂多就是說不理他 他講的說我不予回應 你直接搶他 所以這個都呈現的就是高峰安 他的他的那個說是抗壓性 還是說他對人的這個回應的 就是說在處理這些事情的事情 他都受過強硬 這種強硬他之前他在回應那個 他那個學校的事件的時候 事實上也都會看出說 他的那一些比較強硬的一個個性 那我是覺得說民進黨在這一次 像我之前我蠻反對去打支撤會的議題 或者是他打他 你有講過 我在之前那但是呢 我覺得民黨只要打高峰安一點 高峰安就招架不住了 就就整天播放他在唱那個塔綠班之歌那一首 他在朱學恆的往上 他整天在唱那首 因為高峰安他自詩是一個 他能力很高 能力很高能力很高的人唱那首不入流的歌 高峰安你自己去解釋 我覺得只要播放那個高峰安 他的招架不住招架不及 但是選到的最後 我覺得民進黨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還是要掌握一點 就是我們執政黨 執政黨事實上 在打一些負面選戰的時候 很容易都會被操作成是國家機器 如果被操作成國家機器的話 就會 在打的時候都變得說不是欺商權 就變得說反而倒傷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未來還是要掌握說 事實上大家人民對執政黨的要求會比較高 然後執政黨要出手 要出手要攻擊的時候 就是要一刀斃命 如果是在那邊打打那些不低的 那一種反而都會傷到自己 那至於林根人打這個 打這個助理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目前打得很成功的是 他成功把高峰安他的缺點 就是他在反應的一個回應事情的缺點 又完全呈現出來 所以林根人會因為這件事情 民調會回來 我相信 而且他還會幫助到蔣萬安 因為高峰安的民調一旦掉了 表示他的年輕選票 看到空軍跑掉了 這個跑掉的同時 黃珊珊也會跟著掉 所以我覺得林根人目前為止是打得很漂亮 可是小青 那這商是有改口了嗎 就所謂的新竹換台北這件事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所謂換來換去的啦 那我覺得他確實可能有一些失言 他自己有感覺到 所以他就講說呢 這個也沒有什麼這種討論說 換不換的問題 而是說他想要強調的是呢 你是最不願意看到哪一個政黨 在新竹也好 在臺北也好去執政 這個問題應該是給選民自己決定的 而不是我們政黨決定的 那我也是比較同意 他更改過後的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OK 佳麟最後三十秒 所以沒有換不換的問題 國民黨跟民眾黨 也沒有什麼藍白要合了 我想剩二十幾天林根人即便他的民調落後 但是他還是盡全力 這個我蠻佩服他的 那另外一個我更佩服他的是說 當然國民黨大家都不支持他 連這個徐曉欣議員上次也說 要犧牲林根人來換臺北 這個我記得很清楚 所以林根人要加油啦 你在追打這個議題的時候 不要再說國家機器 民進黨沒有接觸這一次 靠洪安自己要出去講清楚 究竟這一個人跟你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沒有這樣講 我有時候我講的東西被濃縮下結論的時候 意思好像完全不一樣 我說我是支持林根人的這個沒有問題 只是我在評價我們的選民 為什麼有一些人他會比較喜歡高洪安的原因 那這一次呢 林根人打這個 坦白講要打男友公費 我是反對的 我覺得男友公費那有什麼好打的 這個就是這個你查證過後 很清楚的東西你還去打 但是我同意剛委員說的 他打的這個東西 雖然我不是很贊同 可是他最後高洪安的回應 對高洪安自己本身我覺得是扣分的 然後會有一些同情票回到林根人的身上 所以打題目本身我覺得不是很認同 但最後的效果 結果對林根人可能是有優勢的 OK